PP石墨烯超倒背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會再跟美女好辣醫師好玩 生活習慣大大影響國人健康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教大家從這些關鍵基礎 找出身體問題 這關小護理是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夏宇童 這集是護理同胞的一個 幸福的一集 真的 因為恭喜祖雄出了戲 謝謝瓜哥 恭喜 你這樣對嗎 不用急 那本送給我 我會轉送給你 好 那就好 謝謝瓜哥 你會擁有兩本 為什麼想要出《寫真集》 對 這是我來台灣的十週年 就想說出一本書來紀念一下 尺度還滿開放的對不對 對 說是第一本的全羅選人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來節目宣傳 今天是剛開始 然後在剛推出的前面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斷貨了 就已經爆單 然後後面再追加 對 都還沒有印好就缺貨 對 我們都還沒有 我經歷人說 我們還沒開始宣傳 對 貝貝都說好想看 祖雄恭喜你了 謝謝瓜哥 謝謝 馬上出熱身題的第一題來請處理 生活習慣和健康指數息息相關 根據網路調查 哪個習慣最常威脅到國人健康 一 三餐都外食 二 睡前要滑手機 三 工作經常久坐 四 每天睡不到六小時 這幾個都很慘 對啊 請開始舉牌 對啊 睡不到六小時嗎 睡前要滑手機是大家的通病 對啊 可是我個人會比較困擾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標準的 就每一餐都在外食 我一方面不會煮 然後家裡也沒有人煮給我吃 所以我都覺得 不是說你營養不足 是營養不均衡 那你家的朋友 小朋友 所以我就學校吃營養午餐 回到家開心 媽媽吃那個 垃圾食物他們就一起垃圾 那六日咧 六日更開心 每一餐都垃圾 所以妳沒有在家住過 沒有 我不會 妳不會煮 我有曾經請一個阿姨 來家裡幫我煮飯 後來覺得她很 因為她煮得都很健康很難吃 我們就讓她走了 所以她的好處 她的好處就是你每天可以選 不同的食物吃 是 現在很方便嘛 什麼自助餐也好 對啊 所以疫情期間 我們家一點困擾都沒有 因為那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妳疫情就用定的嘛 對 都用定的 因為我們健身界有一句名言叫做 Sitting is new smoking 就是酒做的危害不亞於醜煙 醜煙 所以其他對她來講沒有問題 每天不會睡到六小時 你一定八小時 有 我們最近在宣傳 還有很多很忙的時候都會 會拍戲的時候也會 特殊情形 如果平常以前應該是睡得到 躺下去有八個小時 可以 貝貝 你選二 想到就滑 沒事就滑 上廁所也滑 一早也滑 泡澡滑 然後睡前更滑 不早 妳的手都不斜 沒有 她的留言太多 她每個發文的留言都是 妳會不會滑到手要沒指紋 就一直在滑 我有時候滑到我手會這樣 然後抖 對 太痠了 太痠了 我有朋友因為一直玩手機 玩手遊 然後玩到這邊就是受傷 阿姨 對 對 我也是餓 睡前要滑 我現在真的有在改 因為我感染症就是很嚴重 然後我覺得現在 我就讓自己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手機就放我旁邊充電 就不要玩趕快睡覺 妳沒有運動 一直做做做做做 到時候肩頸 腰部 甚至做到一個程度 妳會覺得 我在工作的時候會晃生 頭暈頭痛 那到最後又是睡不著 因為腰痠背痛 妳又睡不著 其實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當然我遇到蠻多的病人 他都會說他的睡眠時間 常常是不夠的 其實睡眠部署 我們都知道可能會容易有三高的問題 然後其實很容易會有一些肩頸 腰背肌肉酸痛 也會因為睡眠部署的產生 所以我自己遇到的病人來講 然後我可能覺得4可能是比較多的 答案是3 對 9做 其實每一個都有可能會危害到健康 可是9做的話 以國健署的網站上面定義的 9做 是連續做超過6個小時 對 那其實蠻多上班族都會這樣子做 他們起來的時間 可能就只有上廁所跟吃飯而已 對 那這樣9做呢 其實會造成我們有一些 心血管的疾病 然後代謝症候群糖尿病 然後再來 骨骼肌肉都會受傷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心理上面也會有狀況 所以就特別把它獨立出來說 這個是一定會危害到健康的 那其實國外也有一些研究說 你做一個小時 相當於抽兩支鹽 或是你會少活22分鐘 剛剛祖雄講對 對 就是有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只要久坐 壽命是肯定會減少的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你在一個小時內 想辦法起來走動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會忘記走動 那就多喝水 有尿液就可以去上廁所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自己久坐 可是現在台灣的健身風還滿興盛的 這個還滿好 大家有運動風也是健身風 還有呢 開最多是復健醫師的 知道每個地方痠痛是可以治療的 所以他們很願意去復健 對 可是如果你就是 沒有用 對 你還是要避免久坐 所以你例如說健身教練 就算他有這麼強壯的體魄 他久坐也是不行的 對 大家都知道錯誤的生活方式 影響到健康 那今天去教大家 怎麼檢視自己的身體狀況 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靠一隻手指就可以知道囉 其實是兩隻啦 這個叫做 Alan Test的艾倫測試 你們覺得誰的 手指血液循環比較差 會比較明顯 我這可以嗎 可以 我們先這樣子 用力 用力 這樣收縮幾次之後 然後把它握住 好痠喔 好 那基本上的話 這個測試的話就是 打開 2 3 4 5 有沒有 它會整個 從長白到整個充血 對 差不多正常的人 差不多5秒到15秒 15秒其實就是算比較久一點 不到3秒就回來 差不多 差不多3 5秒 對 循環很好的 那它最主要是要看 我們的勞動脈跟我們的齒動脈 那通常我們的勞動脈 如果被塞住的話 齒動脈側邊循環會過來 就是一個是勞動脈在這邊 脈搏的地方 脈搏 其實摸得到脈搏 然後另外一個是齒動脈 對 其實都摸得到 就兩隻手這樣按 來 1 2 3 4 好 來 壓住 好 打開 放開 放一邊 瓜哥放一邊 回來了 有回來 那這表示循環還不錯 OK啊 你喔 還不錯 那如果有一些 周邊動脈疾病的病人 他其實四肢的血液循環會比較差 那Alan test是一個初步的檢測 他的準確率沒有那麼高 那但是當我們懷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做其他的檢測 包括說腳踝 手臂的一個 動脈壓的一個指數 所以你真的有看過那種 十幾秒他還蒼白的 有 其實有 尤其是那種抽菸 抽菸 對 抽菸其實真的危害還滿大 那我之前就有遇過一個 56歲的阿伯 那他就跑來急診是被救護車載來 他就說阿伯怎麼 他說他自己的腳被那個 電暖器燙到 就打開棉被一看 嚇一跳 每一個人都說這個是被燙到而已嗎 因為他其實腳就瘦瘦乾乾的這樣 可是我們就看到他那個腳上面就是 那個電暖器的那個鐵網 橫膝 整個 而且就是超會搭 那他是有糖尿病嗎 怎麼會沒有感覺 沒有 他沒有 他其實沒有糖尿病 可是他真的是老煙腔 那像這種周邊動脈疾病的患者 他其實最後就是他可能會痛 會麻 四肢會冰冷 那脈搏會比較微弱 而且最重要是感覺異常 那他其實就是感覺就是很麻痹 他說他其實 不知道自己被燙傷 像那個伯伯後來 其實因為他的傷口真的很糟糕 情況很糟糕 所以我們後來匯診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來看一看 他說他這個就算直皮可能也做不好 所以他要求我們先匯診心臟內科 看看他的動脈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其實是 那讓他的遠端的那個動脈 可以循環比較好 那不然整形外科就說 我可以幫他直皮啊 直的不會火啊 因為你血液循環不好 基本上再怎麼做都不會好 不過這伯伯還不錯 他後來就是心臟內科 幫他做了一個氣球擴張素 所以他後來末端的血液循環 比較好之後 整外再幫他直皮 那傷口癒合的還好 對 很多糖尿病這樣就結智了 不能傷口不會好的話 對 而且我覺得不是只有主射的 然後就是一般大家會講說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到了冬天 手跟腳永遠都是冰的 對 然後我是生完小孩之後 我就突然發覺這個狀況非常明顯 我是有一次晚上睡覺在冬天 我突然以為有人拿冰塊 在鋪我的腳 我先想說是我弟 還是我哪個小孩不睡覺 這麼冰 很冰 就突然是從腳好像踩到冰塊 我就自己這樣嚇醒 然後一看 沒有 我想說我做惡夢 然後我一摸我的腳 是冰的 然後我就趕快起床套一雙 然後睡一下 覺得他還是暖不起來 我就套了兩雙襪子 然後我有一次經驗才好笑 是因為我在賣珠寶 我在賣鑽戒 然後賣珠寶都穿禮服 都是那種平口 無袖 都比較 本來就已經穿得很少 很冷了 再來 所以我在起來繡戒子 我說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戴起來的質感的時候 沒有 這是我一拍 那個導播說 我聽到他在耳麥裡大叫 他說因為我其他四個 手指頭沒有戴戒子是白的 因為很冷 北蒼蒼 只有那一個戴戒子那個 是紫色的 對 就是本來循環已經不好了 有勒住 因為廠商剛好戴半號 然後就是小半號 大半號又在那邊晃不好 我要秀 我硬戴 結果起來就變紫色 然後趕快 太冷了 攝影棚太冷 我手就走了 趕快把自己的手 戒子拿下來搓一搓這樣 對啊 循環真不好 剛剛科醫師 我也講了一個就是 ABI 就是我們會量那個東西 就是 跟正常來講的話 腳的血壓會比手的血壓高 我們有一個ABI的一個數字 其實我們有一個 現成的機器去量 然後機器會告訴你說 那個比率是多少 如果它比率低於0.9的話 其實是告訴我們說 它這腳的血管 某種程度上是有狹窄 或者塞住了 所以它會出現譬如說 間接性的剖形 意思是說走走走走走 它就覺得腳很痛沒力 它需要真的是站著 休息一下 都血回來了 它就可以走 跟我們平常 比如說追尖盤狹窄的痛 它不一樣 追尖盤狹窄走路會痛 它一定要坐下來 躺下來 休息一下下它就可以走 那種間接性的狂窄就是 站著休息一下 血過了 它可以繼續走 對啊 可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講周邊動脈血管的 硬化的病人 其實它不會只有 周邊血管的問題 很多時候它會有 心臟血管的問題 跟腦血管的問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